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倒是起到了四两拨千金瞬间化误解于无形的境地 李白的一首诗《山中问答》正是因为世人的误解而写就的 细细读来 它含蓄地表达对我们今天的人或许有不少的启发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一下这首诗 《山中问答》 唐 李白 公元727年的秋天 李白来到江夏 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武汉市 随后在安州 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安禄市的寿山安顿下来 寿山呢 可以说是风景绝佳 山明水静 李白非常喜欢这里 每天官风望乱 临风听雨 同时也对自己长江乱旅游的经历做了认真的总结 李白对自己的才能充满自信 不求小官 而是要一举成为倾向 于是呢 他决定隐翼山林 等待君王的征兆 李白选择这条路 是要像春秋时齐国的宰相 管仲 燕英那样 为君王出谋划策 等到海内清平时 再像春秋时 越国大夫 范李 还有汉高祖的谋臣张良那样 退隐江湖 李白为自己确定了功成身退的目标 标志着他政治理想的确立 此时的他呢 虽然没有功名在身 但失明远播 不少人对他轻言有加 这其中呢 就有曾经在唐高宗时任宰相的徐宇诗的后人 他们有意把李白招为女婿 正处于人生徘徊期的李白 也听从了好朋友孟浩然的建议 欣然入赘许家 隐居在许家的白兆山桃花岩 桃花岩呢 位于白兆山的西路 实在是个隐身学道 读书席见 吟诗注文的好地方 李白和妻子一同隐居在此 过着咸云野鹤 渔桥耕独的日子 相对于李白一生的坎坷和挫折来说 安禄的这十多年 的确是李白生命中一段难得的岁月静号 日子过得清淡而有诗意 不过呢 好景不长 入赘之事毕竟有为实俗 加上李白天性疏狂 行事又率性 最终呢 还是招来了不少人的鄙伯 面对诗人的指摘 李白只是云淡风轻 但也有一点不屑 于是笑而不答 并且不答而答地写了首诗作为回答 这就是快智人口的这首《山中问答》 这首诗的诗题又叫《山中答俗人》 李白把那些根本不懂得隐居乐趣的人在这里称作是俗人 可见 他的隐居思想是这样复杂而充满着矛盾 实在难以跟俗人说明白 这些人不懂也就罢了 还对自己的隐居生活指指点点 对他们的议论 李白既觉得好笑 又觉得无奈 如果一点不做回应吧 也不符合自己的性格 于是成就了这首充满禅意的诗作 诗中的笑字不仅表现出诗人喜悦而矜持的神态 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让人感到这首诗在静谧之中蕴藏着馋鸡 这和李白早年学到 后来又热衷参禅有关 尽管如此 其实没有都泯灭李白的入世之心 他的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功成身退 所以这首诗并不仅仅是在书写自己的超脱现实的闲适心情 也是愤世嫉俗与乐观浪漫奇妙的统一 当代史学家李长之评论说 普通人只知道欣赏这一首诗如何妙出自然 然而没想到这有李白的思想基础在 有李白的根本信念在 有李白只由精神教养而逃出成的整个人格在 好的 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感谢点赞关注封亚吉 我是高楠 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说说您喜欢的诗人和诗词 再会